传说有一位骑白马的仙人和一个驾着轻牛车的仙女相会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两河交会,波光炼烟,繁华四景 两位仙人一见钟情,喜结连理,生下了八个儿子 这两位仙人就是契丹的祖先 这八个儿子就成为契丹八部 那么,契丹民族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敬请关注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土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一集 白马精明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在中国的塞北草原之上,曾经先后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和党像族建立的西夏 那么,这几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又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敬请关注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土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一集 白马精明 大家好 评书杨家将想必大家应该都是听过的 像这里边杨老令公、七郎八虎、杨延昭、杨宗宝、穆贵英等等 这些个英雄人物 咱们的都是已经是家喻户晓 杨家将主要是跟辽和西夏打仗 像杨老令公跟率领自己的儿子们去跟辽作战 结果满门忠烈 男性凋零了 十二寡妇争稀 舍泰君百岁挂帅 要去跟西夏打仗 那么辽和西夏是什么人建立的? 他们为什么要跟宋朝打仗? 建立辽和西夏的这些民族 那么在今天中国境内还存在不存在? 他们建立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作为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贡献 怎么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 那么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 我们首先来说辽 辽是由契丹人建立的 这个契丹在契丹语里边就是冰铁的意思 意思是很坚硬的铁 那么他们用这个来命名自己的民族 就表示自己民族的坚强强大 那种百折不挠 我们了解的七三族从什么这么了解? 我刚才说从杨家将里了解 一想起辽国人代表的人物 就是奸诈 阴险 然后领兵打仗 萧太后 辽国就是没男的 就是女的去打仗 萧太后 要不就是随护传 被梁山好汉们打得落花流水的 契丹郎主 要不就是天龙八步 金庸先生写天龙八步 然后契丹人怎么被我们大宋的江湖好汉们打得落花流水 总之 我们留下的一个印象 就是契丹民族是一个野蛮 残忍 而且很不开化 而且十分不堪一击的民族 都不用我们大宋官军上 我们的江湖好汉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那么这种概念 或者说这个观念 是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今天俄语里面 中国应该怎么读 Kidai 什么意思 音译过来就是契丹 在拉丁文 在阿拉伯文当中 中国的读音都发契丹这个音 契丹后来建立的辽 他在集盛的时候 根据史籍记载 说他的版图 东到大海 西底流沙 北于卢去河 南到白沟 呼原万里的一个大帝国 对于我们中国北方的开发建设 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 我们知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们有56个民族构成了我们的国家 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 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而是56个民族共同的历史 所以我们讲辽 西夏 还有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 这三个少数民族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的贡献 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之中 并没有弃丹 那么这个曾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辽国的民族 这个曾经为中华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族 这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民族 为什么会消失呢 弃丹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关于这个民族的起源 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动人的传说 我们中国东北有两条大河 一条河叫土河 发源于伊乌履山 今天这条河叫做老哈河 还有一条河叫黄水 三点水 一个黄河的黄 黄水发源于今天河北省境内 那么这条河 黄水今天叫做希拉木伦河 在两条河的交汇处 就是契丹民族诞生的地方 根据契丹国制的记载 他们的祖先是天上的仙人 一位骑白马的仙人 从天上下来 信马游江 沿着土河 顺流而下 那么他在信马游江的过程当中 就被美景所吸引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天宫的仙女 可能不耐天宫的寂寞 高处不生寒 不耐天宫的寂寞 于是下凡 想看看人间的美景什么样 因此就驾着一辆青牛车 白马青牛 相会于两条河的交汇处 木叶山 良辰美景 草然上鲜花盛开 富裕芳香 河水波光炼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一见钟情 私定终身 结为夫妻 然后生了八个儿子 那么这个八个儿子往下繁衍后代 就形成了以后契丹的八个部落 契丹八部 那么凡是在人类历史上 已知的民族 大部分这个民族 几乎都有这种传奇般的起源 而且这个传奇般的起源 经过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 被这个民族所信奉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 自马鱼山福河而东 有天女驾青牛 由平地松林泛黄河而下 至木叶山二水河流 相遇为配偶生八子 其后祖鼠建盛 分为八部 契丹人对于自己这个民族 是怎么来的 白马青牛相会于木叶山 结合 骑白马的仙人 和乘牛车的仙女结合 繁衍下来 契丹民族 对这一点 他们也深信不疑 不但深信不疑 而且他们在木叶山 给白马仙人和青牛仙女 立了十足庙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 永州有木叶山 上见契丹十足庙 骑手可汗在南庙 可敦在北庙 慧宿二圣并八子神相 他们尊这位骑白马的仙人 为骑手可汗 作为他们的第一位可汗 然后把仙女称为可敦 可敦就是契丹与皇后的意思 基本上北方游牧民族 像契丹人 包括后来的蒙古人 都把皇后尊称为可敦 那么建庙 香火不绝 尤其是契丹人要出兵打仗的时候 必然要用白马青牛 来祭祀自己的祖先 就是骑手可汗和可敦 那么在这个庙里边 可汗和可敦是并受烟火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至少在契丹人的观念中 男先和女神的地位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 就听那个评书杨家将 好像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 就是说辽的皇帝好像不怎么管事 都是萧太后在管事 那么这个在中原王朝属于特例 在辽那属于常例 他经常这样 他可能还保存这种母系氏族的遗存 他这个男女平等之风 后族干与朝政 这种风气是很盛的 所以每一次 这个可汗和可敦并列祭祀 然后每一次要用白马青牛来祭祀他们 这个礼节是相当隆重的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 这契丹人后来他也学会了一部分农耕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经济发展 今天我们是看GDP 那么那个时代 你经济发展 你看什么 五谷丰登 六处旺星 五谷丰登 粮食 六处旺星 序目 那么这六处当中什么东西最珍贵 马和牛 马和牛最珍贵 马用来什么 打仗 所以马是不能屠宰的 牛用来耕地 所以马和牛是在六处当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契丹人祭祀祖先杀白马青牛 那么可见这个礼节之隆重 可见他对这个祖先的崇拜 他对这个传说的深信不疑 关于契丹民族的起源 至今在学术界还是存在争议的 有的学者认为契丹民族是匈奴人的后代 也有的学者认为契丹是先卑族的后裔 但是无论契丹民族是如何起源的 契丹早期的历史都是以传说为主 那么关于契丹民族的发展还有哪些传说呢 契丹人在早期传说当中 这个骑手可汗后边有好几位可汗 那么根据契丹国制的记载 早期他这几位可汗什么样 第一位可汗是一尊骷髅 他是一个骷髅 他平时是在帐篷里躲着的 他不见人 因为他是骷髅 他怎么见人 再把全族人吓死一块 所以他不见人 那么如果族中要有大事 需要他做主 怎么办 斩白马青牛祭祀 只要一祭祀 他就从帐幕里出来 就化成人形 化成人形 然后安排族中的大事 等这个族中大事安排已毙 他就又恢复这个骷髅的这种形态 回到帐幕中 不见人 结果有一次 这个族里边有一个比较愣的小子 就说咱们的领袖从来都是没见过他的真身 他整天在帐篷里待着 一年四季他在帐篷里待着 我关心他 我看看他长什么样 老都是万人集会 都是摇摇的看一眼 也看不清楚 我这么崇拜他 所以就偷偷的掀开了帐幕 一看可汗就消失了 因为他的真行被看到了 看到就消失了 无影无踪 可汗是个骷髅 不知道青年看到没看到 反正可汗消失了 消失了之后 继任的可汗 长了个野猪头 披着野猪皮 一年四季不见人 在帐篷里边 就是猪头猪皮 一年四季不见人 你有事 斩白马青牛 然后我就化成人形 然后完了事 我还回到帐篷里 我还是野猪头 野猪皮 还是这样 结果说有一次他的妻子把他猪皮给拿走了 是不是反正要预寒或者要打木屿 咱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了 反正把猪皮拿走了 把猪皮一拿走 这位可汗就消失了 又找不到了 没有了 还得有领导人吗 你没有领导人哪成 又选出一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 不要有意思 他养了二十只羊 养了二十只羊 每天吃十九只 每天饭量很大 每天吃十九只 留下一只 就留下一只 他今天吃完了十九只 到明天他留下的这一只羊 就又变成了二十只 他又吃十九只 后天又变成了二十只 这就是在最早的契丹国制里边 对他早期的几位领袖的记载 然后史学家就开始研究了 这个记载说明了什么 传说绝不是无济之谈 因为古人他可能认识自然 或者说他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 他这种能力有限 他所谓的神话传说 实际上就是他对当时历史的记载 或者说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 所以史学家们就开始研究 首先就研究这第一位 这位骷髅可汗 说明了什么 说明当时契丹的生产之落后 生活之原始 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 居无定所 人缘大量死亡 契丹民族对这一段悲惨的历史 熟记于胸 我们的祖先曾经那么惨 所以给他们第一位可汗 描绘成一个骷髅的形态 那么到第二位猪头可汗说明什么 说明契丹民族的经济生活 应该是以涉猎为主了 他已经过渡到以涉猎为主了 最起码说明他们会使用弓箭了 人类学会使用弓箭 太了不起了 应该不亚于今天导弹的作用 正是由于弓箭的发明 使我们用不着跟野兽去肉搏了 使我们能够在远距离上消灭野兽 那么使得人类繁衍 生息 这个作用是相当的大的 相当大的 所以契丹人学会了这个 他可以打猎了 有野猪吃了 那么到吃羊的可汗 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契丹人有了畜牧野 养了羊干嘛 吃 羊皮我还可以穿 羊毛我还可以纺织 说明我有了畜牧野 你怎么一只能变成二十只 当然他不可能那么快 今天一只 明天就变成二十只 不可能那么快 所以这些传说正好印证契丹民族 一步一步发展 他早期发展的脚印 这个民族 鉴于中国正史记载 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 而且还不怎么样 说契丹分为八部 这八部互不同属 它是互相攻伐 然后有的时候就合成一股劲 去骚扰中原民族 那么他们骚扰了谁 骚扰了南北朝时代的北齐 北朝的北齐 所以惹恼了北齐的皇帝 因为那个时候北齐刚刚建国 正好要杀人立威 你不揣冒昧的送上门来了 你这么个野蛮民族 你骚扰我 于是北齐文宣帝 率大军出征 差点把契丹民族就给灭了 说杀死俘获十多万人 这个民族险遭灭族之灾 然后契丹就吓坏了 奉表称臣进贡归辅于北齐 隋朝建立以后又归辅于隋朝 隋末阳帝无道 天下大乱 诸侯并起 逐鹿中原 所以对于北方民族来讲 隋朝是边长莫及 而这个时候的北方蒙古高原 当时的北方蒙古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 叫突厥 这个民族征服了高原上的各部 征服了高原各部 突厥急盛的时候 控制了东到大海 西到今天的乌拉尔山 基本上整个亚洲的北部 全都是突厥人的地盘 所以他们征服了契丹 契丹被迫臣服于突厥 而且全族就进入到了流散时期 分了这么三段 某个地方一万户 某个地方四千户 某个地方五千户 就分散出去了 隋王朝也顾不了了 管不了 直到李唐王朝建立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 国事日前强大 北方各民族都相继臣服于唐朝 唐太宗也加强了 对北方各民族的统治 唐朝在各个民族地区建立了都督 并任命当地的民族首领做都督 那么契丹民族当时的首领是什么人呢 我们讲契丹它分成八部 分成八部 这个部落下边是士族 部落上边有部落联盟 所以契丹八部要推举一个部落联盟长 这个部落联盟长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把它称之为可汗 当时实际上就是部落联盟长 那么这八部谁来担任部落联盟长 八部里边有一部叫和大和部 和大和部底下有一个士族叫大赫士 由大赫士出任部落联盟长 古代史中记载 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赫士 后分为八部 部之长号大人 而常推一大人 见旗鼓以捅八部 就是这个可汗只能由大赫士来担任 只能由大赫士来担任 但是他不是士席的 是有任期的 三年一改选 比今天美国总统任期还短一年 所以你看上去就是一种原始的军事民主 三年一改选 但是可以连选连任 但是只能在和大和部 大赫士里边选 别的部落 别的士族是没有资格当选的 那么部落联盟的酋长是由他们担任 他们同时出任唐朝的松末都督府的都督 而且皇帝很大度 以宗室女嫁给苏末都督府的都督 咱们汉族王朝非常爱干这种事 就是跟人家和亲 把公主嫁过去 当然也不见得是亲公 真的是皇帝的女儿 一般就是宗室女 就是王爷的女儿 甚至有可能是宫女 像王昭君就是宫女 嫁出去和亲 然后跟当地部落形成生旧之国 你世世代代是我的外甥 形成这种生旧之国 然后有的时候封开为郡王 赐之国姓 所以当时的契丹贵族都姓李 赐之国姓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今天中国姓氏里边排名靠前的几大姓 像张王李赵遍地流 排名靠前的几大姓 我们可以看很多都是国姓 所以契丹的贵族就姓李了 契丹的贵族就姓李了 他就是李唐皇室的成员了 所以跟李唐的关系一开始很友好 后来就出事了 后来出了什么事 到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的地位 他就来的不正 而且他又改了国号 他国号不是唐了 他国号是周了 皇帝姓武了 不姓李了 所以契丹贵族就觉得 我效忠的是唐朝 我今天这个地位 苏诺都督府都督 我什么郡王 我什么公主 我姓李 这都是唐朝皇帝给我的 跟你姓武的没关系 所以我如果忠于唐朝皇室 我是义务的话 我忠于你五周 那就是克勤了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要是比唐朝皇室对我还好 咱没得说 你要单分有点不够意思 我就把不够意思的事做绝 因为他们是很实在的民族 很朴实的民族 我就把这事给你做绝 结果当时还果然就出了事 让契丹人把这个事做绝了 什么事呢 当时的幽州刺史 暴虐无道 荒淫无道 而且沉溺于酒色 对契丹人横征暴脸 而且傲慢无礼 所以这些个西南的贵游仔一块一凑 怎么办 反了吧 咱本来跟他就没有义务 然后咱现在又欠收了 草原上又闹灾了 咱的草场受到威胁 咱不抢咱怎么活的 咱反了吧 于是当时的孙末都督府 都督叫李进忠 这显然是个汉名 李进忠 跟他的妹夫孙万宝 俩人都反了 进忠跟万宝就反了 俩人一反 武则天就怒了 武则天也是那个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北齐的怒的理由是一样的 我刚刚建国 是吧 我刚刚建国 我武州代替了李唐 我正要找个人 砍两刀 我出出气 我束束威 结果你送上门来了 太好了 武则天调集大军 征讨契丹 而且为了表示对契丹丑虏的蔑士 给李进忠 改名叫李进灭 给孙万宝 改名叫孙万斩 千刀万斩 孙万斩 所以大军出动 讨传李进灭和孙万斩 果然朝廷的大军不是吃素的 毕竟契丹游牧民族 当时还是原始部落阶段 不堪一击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次契丹人举议的过程当中 有两件影响很大的事 对契丹 对李唐影响很大的事出现了 一件事就是契丹的首领正式自称可汗了 这可以看作是契丹国家雏形建立 原来我们讲叫部落联盟的酋长 那还是这种原始部落 现在他正式自称可汗 接过了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军长的称号 他开始自称可汗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对李唐王时的影响特别大 契丹人这一次举议在盈州今天的辽宁举议救了李唐王时 为什么 武则天建国称帝灭了李唐 所以武则天很想把江山传给武家 传给武家传给他的侄子们 于是他就把他的侄子们封为王爷大将军率兵去讨契丹 这一打老百姓长有多的脸现多的眼 武士的这些王爷们只知道花天酒地鱼肉百姓在战场上丢盔弃甲一败涂地 后来还得是靠人家原来李唐的旧将才算把契丹给平定下去 因此武则天认识到了自己的这帮武士子弟实在是不成器 不能把江山传给他们 而契丹人在造反的时候也打脱这种旗号 说复卫给庐陵王 要求复卫给庐陵王 庐陵王就是武则天的儿子 后来的忠宗李显 武则天在历史上怎么评价 咱们限于时间篇幅咱不去说 反而他继位的手段是非常弱的 他四个儿子被他逼死了俩 李红 李贤都被他逼死了 然后他的三个儿子就是李贤 中宗李贤 刚刚继位就被他逼着退位 贬为庐陵王 在中国的古代 王爵一字王是亲王 两字王是郡王 所以庐陵王在王爵里边都是第二等的 贬为庐陵王 庐陵王怕他妈怕到什么程度 给贬到江西那边反正南方 当时未开发 满黄烟帐地区 只要长安有公使来 他妈来传旨来了 庐陵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吊 第一个反应上吊 我估计他们家房梁上那根绳是长期预备的 就赶上一件家具了 朝廷长安来使了 甭说肯定我妈让我死 赶紧就让我挂上 所以每一次都是庐陵王王妃 就尾仕一打抱着 殿下您先等会 您听听什么事 您在调 您先听听什么事 你别着急 只要一看到长安来使臣 就能给庐陵王逼成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契丹人提出口号 要求政权归庐陵王 所以后来武则天驾崩的时候 就照让庐陵王继位 就是中宗 中宗后来传给瑞宗 他的弟弟也是武则天的儿子 瑞宗李诞 瑞宗再往下传 传给自己的儿子 林兹王李隆基 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 唐玄宗的时代 又发生了一件对契丹的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 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出了这么一位人物 大家可能都清楚 是他敲响了唐王朝的丧忠 让唐朝一只脚跨进棺材 就是谁呢 安禄山 安禄山是北方的一个湖人 曾身居高官 深受唐玄宗的宠信 但正是这个安禄山和十四民发动了安史之乱 直接导致了唐朝的由盛之衰 那么安史之乱和契丹民族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说这个事件对契丹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咱们现在评书演绎包括影视剧里边 一描写安禄山也给安禄山丑化了 说安禄山三百多斤跳舞跳特别好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三百多斤怎么跳舞 还说他一只脚点地这么转 那就折了这脚 所以他早年 你说这个人完全靠武技出众 完全靠溜须拍马 他不可能最后站坐到那么高的高位 最后安禄山是东平郡王 身兼河东泛阳平庐三镇节度史 管辖今天山西河北辽宁三个省 三个省的大军区司令 所以他一开始也是很勇战的 在幽州节度张首归手下出任桌升将 这个官职我没查到 用今天的话应该怎么说 桌升将我理解好像有点像这种侦察连连长 就类似于这个 出去抓俘虏 对俘虏 所以安禄山最擅长干的一件事就是杀粮冒工 杀粮民冒工 西单人的发饰跟我们中原明显不一样 我们中原人的头发是竖发 男子满二十 女子满十五 这头发就不再剃了 是竖发盘起来竖发 西单人是昆发 这儿的都剃掉 中间的全都剃掉 留两嘎嘴 三嘎嘴 后边还一嘎嘴 三嘎嘴 然后这三嘎嘴要编成辫子 所以只要一看这种发型的 昆发 俊环锤耳 戴着大耳环 只要一看这种发型 这是西单人没错 所以经常安禄山干的事就是杀粮冒工 他杀契丹百姓 然后冒充契丹的军人 也有可能杀了汉人 然后把头发给梳成那样 然后送上去冒工 这有可能 因为当时的北方蒙古高原突厥民族 建立的突厥韩国已经瓦解了 唐太宗唐高宗的时候几次突击突厥 突厥韩国已经瓦解了 安禄山英雄无用武之力 如果他算个英雄的话 他没有用武之力 怎么办 我就要打齐丹人 我不打齐丹人 我怎么显示我的军功 他打齐丹人 他怎么打 他不要挑唆契丹跟中原王朝的关系 不能让你友好 所以他就经常 比如说三天两头 搞个挑衅动作 补杀点契丹的游牧民 要不他就开个宴会 开个洪门宴 让契丹贵族来 前一天对不起 我杀你人了 我杀错了 我请棍酒 你们来喝酒吧 契丹人很朴实 来了扶兵四起 全杀了 脑袋就送到长安去了 是吧 玄宗皇帝到那个时候已经年老昏庸了 是吧 安禄山他写奏包 他肯定不会这么写 说我把他们骗来喝酒 然后把他们都杀了 他肯定不会这么写 契丹犯鞭 我军反击 大获全胜 斩首万语 全给您送来了 是吧 他肯定得这么写 所以这样一来契丹民族 跟李唐王朝这个仇上就 结大了 是吧 就是安禄山给挑的结大了 所以契丹就背离了唐朝 投向了回合韩国 是吧 投向了回合韩国 但是也有很多契丹人 后来仍然他内迁 迁到长城以南 中原内地 跟李唐王朝关系也很友好 最后安禄山举兵造反 平定安史之乱的两位忠兴大将 郭子怡李光碧 李光碧就是契丹人 就是契丹贵族 赐之国姓 他就是契丹人 是吧 所以他因为他打仗的时候 靴子里常穿一把短刀 常在靴子里穿一把短刀 如果一旦战争失败 我就拔短刀自稳 所以后来后人写诗 就说镇上削刀绝死生 有这么一句 镇上削刀绝死生 削刀指的就是李光碧 所以等于为这个李唐王朝 这个保住李唐一脉 这个契丹人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契丹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部落联盟的酋长 也就是他的可汗 是发生了变化的 按照契丹民族的传统 部落联盟的首领 只能由大赫氏家族内的人来担当 虽然要每三年进行一次改选 但也只能在大赫氏家族内部进行 可是在连缅的战争中 姚缅氏家族突然替代了大赫氏家族的地位 这是为什么 那么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因为契丹连年对外征战 所以会打仗的人在契丹部落当中的地位最高 谁因武绝伦武功盖世 领着我们契丹民族争夺生存空间 这样的人最受契丹人的尊重 所以在这个部落里边 特别能打仗的人 后来有了一个专有的称呼 就变成了契丹的一个官名 叫做一里锦 一里锦在契丹当中的地位仅次于克汗 克汗是领袖 一里锦相当于契丹军队的总司令 相当于契丹军队的总司令 所以一里锦握有兵权 那么他就可以随意的费力克汗 唐玄宗时代契丹的一位一里锦 他自己就费力了好几任克汗 上来谁他都觉得不称心 最后他想了一招 我怎么才能让立的克汗听话 我就把原来老克汗家族的人全都废掉 大赫氏永远不能出任克汗了 立一个原来没资格当克汗的人来做克汗 那么就立的是姚脸氏 由姚脸氏家族的人出任克汗 因为姚脸氏原来没当过 现在被一里锦立了 他自然对一里锦就比较恭敬 比较恭顺 所以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变成了什么 表面上看克汗是契丹的最高领袖 实际上一里锦握有兵权的一里锦 就变成了契丹真正意义上的领袖 克汗就成了傀儡了 实际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 克汗就成为傀儡了 等于契丹的领导阶层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讲契丹备堂之后 归府回合韩国 回合韩国在北方蒙古高原上存在了大概100年 后来由于天灾也由于外族的进攻 回合韩国瓦解 回合韩国瓦解之后 契丹人又转而投唐 又转而投唐 唐朝从太宗皇帝开始就很重视契丹人 赐给契丹的部落联盟长 就是后来的可汗一套遗仗 就是旗鼓十二面金旗 然后金鼓指柄华盖取柄华盖 俨然中原天子的遗仗 所以契丹的可汗 谁拿到这些旗鼓 谁就是契丹领袖 这个旗鼓就相当于咱们中原王朝的玉玺 另外在这个时候契丹确定了一个新可汗登基的礼仪 这个新可汗登基的礼仪叫做凡柴礼 凡就是拿火烧的意思 每一位新可汗登基必须要举行凡柴礼 大家面向东方点燃柴捆 火光熊熊 然后大家向东方摇住 因为草原民族都有东向拜日的习惯 契丹人以东为上 所以我们看北京凡是寺庙 比如大爵寺始建于辽代 他一定是坐西朝东 而不是像咱汉地的寺庙坐北朝南 因为他始建于辽代 东向拜日 他有这个习俗 如果新可汗登基必然要举行凡柴礼 举行完凡柴礼之后 由部落的长老牵着他的码头 这样就表示他是新可汗 不管这个可汗是不是被推举的 只要你举行了凡柴礼 你就是可汗 大家就必须得承认他 必须得承认他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如果一旦有摇脸式以外的家族 可汗家族以外的家族 如果他得到了大家的拥戴 他自行举行凡柴礼 那么他也就是可汗 只要他能拿到唐朝皇帝赐的旗鼓 他就是可汗 就不会存在用我们中原王朝的话讲的 就是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法理上的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候 汽丹的民族已经由部落联盟缓慢的向国家的这种形势在过渡 直到一位契丹族的杰出领袖应运而生 把他彻底的由一个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国家 这位杰出领袖是谁呢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耶律阿宝基就是建立了辽国的辽太祖 耶律是家族 本是掌握兵权的一里几个 那么阿宝基是怎样当上可汗的呢 阿宝基的几个人为了夺取可汗之位三次叛乱 史称诸地之乱 契丹的另外几个部落也联合起来向阿宝基开战 那么阿宝基是怎样应对这些变故的 又是如何通过延迟之变 并不续认的统一了整个契丹民族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虎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流第二集统一起干